欢迎收看1500整点新闻 我是奥廷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疫情 那么今天是本土加零 不过境外移入加六例 指挥中心的发言人庄仁向表示说 这是美国反台的女子 打了BNT之后两剂 但是遭到了突破性的感染 带您一起关心 今天10月31号 并没有本土病例 有六例境外移入的病例 另外并没有死亡的个案 那这六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 分别是有四例男性 两例女性 那年龄界在20多岁到60多岁之间 那其中五例来自美国 缅甸 泰国 英国 俄罗斯 那还有一位是调查当中 那所以他们的入境期间 是在10月17号到10月30号 那这六个境外移入的个案 除了第二例的CT值是11之外 其他都30几 那目前看起来也只有第二例 它是为突破性感染 那这个个案是在8月初的时候 有接种了两剂的BNT疫苗 那第六例的部分 它是在 因为在6月下旬 就已经在英国确诊 所以它是在8月中旬的时候 才完成第二剂的这个BNT的疫苗注射 还要关心到的就是因为国内户籍法的规定说 如果你离开台湾出境了两年 都没有回到台湾 那么很可能会被迁出户籍 重要影响到的就是健保的权益 所以现在呢 大家就有个推断了 在国外打拼的这个国人 或是在求学的这样的民众 很有可能在明年春节的时候 就会大量的返台 现在国内防疫旅馆的量能 到底够或不够 带您一起来关心 交给记者明锐 是的距离过年只剩三个多月了 这两年疫情下海外的家人 回台都得隔离14天 现在春节光是台商返乡 预估就有4万多人 又不能够居家检疫 恐怕在旅馆量能将相当吃紧 现在甚至还有一点要注意 台南市府就提醒大家 很多人过去去年因为疫情不敢回台湾 但依照户籍法的规定 两年内都一定要入境 因此今年春节返乡的人数 恐怕会更多 甚至很多的防疫旅馆 其实春节前一个月 这些期间都被订满了 所以说各县市陆续有增加房间数因应 好比台南从年初516房 现在有1155房 却还是远远不够 全台现阶段旅馆防疫量能 约有两万六千床 加上各地的集中检疫所 五千六百床 大概是三万床出头 去年春节返台检疫的 就有三万一千人 恐怕大家得提前预定 否则日子抓不准 回来了出季夜 只能一个人隔离 以上是为您讲我的情形 黑枪与毒品 那么其实呢 这名遭警方击毙的嫌犯 神隆 当时是在高雄的三名区 帮朋友鉴定枪支 警方来敲门了 当时警方要抓的是这个出租套房 比较后面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杀人威碎的通信犯 误打误撞的起案件 也带您来看高雄跟台南地区的治安事件 伤官被送上救护车 一旁还有远警收证 因为他就是绰号 神隆的诚信嫌犯 也是26号 在高雄三名区的长御街 开枪打伤远警的男子 警方当初来到这一处出租到房 遭到毒品人口开枪 没想到背后扯出的是一笔枪支交易 其实县长是刘姓男子的租屋处 但当天林姓男子 跟绰号弹头的李姓嫌犯 相约买枪 还找来神隆帮忙鉴定 过程中林贤外出买东西 又遇到警方突然上门 才会导致正在见识枪支的神隆 突然对警方开枪 因此正要进屋的林姓嫌犯 才会吓得赶紧逃命 而负责在李姓嫌犯 前往交易的白牌车司机 也吓得急忙躲开 最后由林贤开着这辆黑色轿车 载着陆续上车的李姓嫌犯 跟神隆离开现场 除了林贤跟李贤陆续落网后 神隆则是四天内 从永康区安南区 再躲到中西区的日猪套房 才终于被警方锁定 神隆这么会躲 除了有地缘关系 其实42岁的他早就前科累累 有毒品 枪暴 妨碍自由等前科 经常适处躲藏 加上长期服用海洛因 及安倍达命等混合毒品 才会神势不清 遇到警方就开枪 没想到最后面对警方逮捕 选择正面对决 来结束自己的一生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导 镜头转到新竹来看 这名男子他把小事情闹大了 他是在人行道骑程机车不听劝 因为当时远警告诉他牵车离开 但是他步不服气 出口骂人 骂不好听的话 遭上铐压制带走 就在超商旁边的骑楼下 一名男子正在对远警大声咆哮 远警右手举起鼻往一个方向 同一句话讲了四遍 不过男子似乎是不听劝 与远警僵持在原地 长边太火爆 也让附近民众全都围了过来 他做事要骑车闪人 但其实这里正在进行道路管制 车只能用牵的 还一度要攻击周围民众 远警赶紧上前制止 双方拉拉扯扯其他远警也赶过来支援 因为旅圈不听还爆发冲突 最后只好把人压制在地上 就在30号晚上8点多 新竹市刚好正在举办光临艺术节 市府周边进行道路管制 如果机车骑士想停车 只能用牵的进管制区 这名流星男子原本还听从远警指示 牵车到骑楼下摆放 忽然一时情绪不稳爆发口角冲突 那为保护民众安全之余 我们同仁也当场压制 上告这名男子并带回 讯后也依妨碍公务现行犯 移送递捷 因为举办活动才会进行交通管制 偏偏他没有注意到还遭远警制止 讲一次不听还对远警动手 这已经涉及妨碍公务 为了停车最后还得吃上管制 TVBS新闻 自身媒体人周玉寇是在广播节目指称 说严家绑架大甲妈 要严亲彪还给大甲妈自由 所以今天早上 大甲正兰公董事长严亲彪出面来自清了 神情临重说他不是神棍 其他地方都有妈祖庙 那为什么要让严亲彪家族 他们用吃干妈镜的方式 用神棍的角色来欺骗我们的社会呢 自身媒体人周玉寇28号在广播节目 专门开了一集批评大甲正兰公妈祖 遭到严家绑架 表示大甲妈成为政治人物的舞台 并且质疑正兰公香油前不清不楚 被点名的大甲正兰公董事长严亲彪不忍了 召开记者会澄清 说我是神棍 我没有跳人啊 你一支地团跳 踏去整台团的人 那个姬童啊 是这个幸福心 要做金很严格 所以他讲话以后 我想对我也好 对我们台湾的很多的寺庙 都很不尊重 严董森七七也反向周玉寇 不只污蔑他 也不尊重台湾其他寺庙 怎么来把我骂骂都没问题 海内外 每一年的烙兴活动 上百万人 这些甘荣公人 就在台中中央选区 补选前 严家被当成目标抨击 严董也捍卫家人 你这条纲的啊 我可能怕我的黑乎 这个对我来讲啊 绝对是有伤害啦 但是伤害到我的家人 这个是最不好的 然后我想这个 前几的事情 我们会好好的思考 针对赞南宫出面 反击记者也打给周玉寇 但表示不受访 但在脸书秒po文 他只有三句话 对严清彪没兴趣 严清彪不需要回应周玉寇 他的问题是如何回应自己的良心 如何回应大假妈 如何回应支持台湾亲民民主的台湾人民 贴片书黄国军 我现在在军桥组台中报道 所以旋选视频 严清彪现在先放一边 那么另外投票的事情 则是四大公投 12月18号投票 现在呢 各政党已经动起来了 蓝绿都有准备 就连白色力量 民众党现在也有诉求 那么据说啊 在这样的一个普遍诉求 就是良好良怪 也建议来观察 民众党到底有没有比较往国民党靠拢 有没有出现蓝化的迹象 众人掌声中 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苗栗县党部开幕 就连柯爸柯妈也没缺席 进到会场获得党员支持者欢迎 民众党在各地开支散业 身为主席的柯文哲 也不忘调侃蓝绿两党 像立法院那些公民党民进党在那里吵架 其实很多声音是表演 那还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在立法院 一个到外面就可以把苏贞当电爆 我们不需要去丢水球 也不需要先丢重内装 不需要 就很清楚讲 你这个男党做不对 把讲解决 左打蓝右批绿 然而党内却有逐渐蓝化的迹象 据了解针对四大公投 民众党对党员进行民调 对于四项公投都倾向同一票 也就是原本党内定调的良好良坏 不被党员接受 所以民众党也规划调整策略 只喊良好 其实这样 我觉得这次公投最大的问题 还是变成蓝绿意识形态的对决 事实上其实更重要的是讨论 我个人是反对合适 可是合适不盖 那些能源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甚至产业正是要配 要讲清楚 白色力量取栏化 柯主席没正面回应 柯文哲也批评 这次公投根本矛盾 重启核四跟互藻礁 若两个都过或不过 就是相互抵触 不是很可笑吗 难道要用爱发电 民众党的中间策略 避免变成小蓝小绿 但支持者的想法似乎已经在选变站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LiPad的用户有点紧张 说看到这个最新的升级版的系统公告 有点担心自己的小米手机 或是华为手机 到底能不能够使用LiPad 那么您的疑问 我们找专家来解答 有个大原则 你如果是从大陆买回来的小米手机 那么去越狱灌了Google城市 就不能使用LiPad的功能 想用LiPad数位支付 现在得注意更新版本最新公告 不支援每Google服务的大陆手机 好几项条列打擦 都是LiPad不符合的使用环境 包括层入刷机或越狱 其中一项引发讨论 就是Android手机出厂 为搭载Google服务 Play商店得额外安装 包括大陆发行手机 另外厂牌自推的应用程式商店 安装Line也不行 严格到能规避ROOTS检测的APP 也会到 换句话说 只要大陆带回的智慧手机 像是华为路板小米 本身没支援Google商店 无法使用LiPad服务 专家认为 这回规范界定算严格 不止ROOTS刷机禁止交易 还会阻挡反侦测软体 Google配 好像用三星配 那其实都有类似就是 你如果针对改机 然后说是你自行安装Google服务的话 那他都会有 就是都会有这个阻挡动作 手机下载非官方应用程式 例如APK档 也无法提供技术支援 来配回应更新版本前 会再次提醒用户是一直存在的建议 不算新规定 TVBN新闻沉入黄 黄静盈 台北报道 今天是夕阳的万圣节 变装的创意家长发挥了 同时也跟您分享 这是有家长让家中的小宝贝 扮成小小音 还有小时钟 戴着口罩 脸上都是皱纹 还有明显的黑眼圈 穿上深蓝黄领子背心 手上拿着本土嘉玲手版 这不是在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上 而是万圣节巧思 今年三岁的壮壮化身 小小陈时中 你知道你扮演的是谁吗 陈时中 所以你原本知道他是谁吗 警察 怎么搞错自己扮的角色啦 但为什么会扮演陈时中 出自妈妈的观察 人韵就很响 然后换完黑眼圈 他就问我说 陈时中他很累吗 我说对啊 他们知道是防疫的 除了迷你陈时中一旁姐姐也很应景 大大的酒精瓶 还有精致的喷头 一上街两人就被人群包围 抢着拍照 防疫族姐弟人气超夯 酒精 很好玩 很好玩 为什么很好玩 我帮别人小子 很吸睛的还有这位妹妹 扮演谁一看 答案呼之欲出 就是总统蔡英文啦 一头整齐的旁分短发 戴上细框眼镜 还有这件招牌灰色西装外套 总统脸书也注意到了 对比本罪和小小英 真的很像 Cosplay政治人物 占满版面 去年这张照片也被翻出来 识别度百分百的发型 扮演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虽然跟万圣节没关系 但因为很经典 还是被点名 一年一度的万圣节 更是家长的创意大挑战 TVB新闻 华绍品里听新北采访报道 新北市永和的环河东路三段 发生了机车跟继承车的行车纠纷 但是车辆都挡到了 有一对的这个双载情侣汽车经过 没有注意车间状况 撞上去也受伤 机车行驶到一半 发现有车辆挡在路中 想要减速绕道 没想到后方骑士没主意 紧急刹车也来不及了 追撞上去 肇事机车往前翻了一圈 骑士和女友 双双盆飞 只是都已经发生车祸 但现场有两名男子竟然开始争论不休 但其实他们才是罪魁祸首 一人是继承车司机 一人是机车骑士 发生新车纠纷 结果酿成这起车祸 29号晚上9点多 新北市永和环河东路三段 提顶道路上 机车车王姓问奖和苏姓骑士 为了争到货不相让 骑士按喇叭 最后两车直接停路中理论 后头零性骑士经过 刹车放慢速度准备绕过去 但第三辆双载机车 未注意车前状况 从后方追撞后 一共造成四人受伤 既成车后车厢被撞凹 一个洞后挡风玻璃垂碎 机车车壳爆裂倒在一旁 只是这回新车纠纷 不只挡住用路人通行 甚至还让其他车辆出车祸受伤 小汪汪奖和苏姓骑士 恐怕难辞其咎 这边新闻联南无新宴 新闻市报道 来关心发生在高雄的KTV斗殴案 这群人十多人都违反了防疫规定 偷偷带酒进包厢 同时发生了户殴的状况 砸椅子 五人见血 KTV门外大批警力和年轻人聚集 原来警方获报 有人在这里打架闹事 出动快打部队到场 远警将闹事的年轻人带回 其中一名女子没受伤 但身上的衣物却沾染血迹 搭警车离开 KTV的大厅内 有人鞋子掉在角落 包厢的木椅子也被砸烂 玻璃灯碎了 到处血迹斑斑 好感啊 好感啊 鞋子都这样 高雄三民区河北路上一间KTV 31号早上6点多发生斗殴 总共11名男女 在三楼包厢唱歌喝酒 一言不合爆发冲突 7个人打4人 造成5名男女受伤送医 但KTV欢唱 明明要到11月2号才开放饮酒 这群年轻人自己提前开放 酒到底哪里来的 警方调查是年轻人自己带进去的 受伤5人送往医院救护 那本季合计将知识分子 合计11人带往本所依法侦办 然后酒类部分 警察新行为人带志该处所评用 那这部分会依违反防疫相关规定 移送全车单位 依法予以裁除 年轻人趁假日半夜去KTV欢唱一晚 结果偷偷喝酒就算了 还打架闹事 被警方依法送办 至于违反防疫规定 警方也将请卫生局开罚 TVBS新闻李战胜 高雄报道 来看不良示范 这是有人在花莲农场欺负这头像龟 这群的游客轮流其身像龟 那么像龟似乎是耐不住重量 颠簸的往前爬行 十多名游客围在一起七嘴八舌的 原本以为他们只是在观察像龟 结果所有人竟然轮流坐到像龟身上 还开心的摆pose拍照打卡 就这样轮流其乐两分钟 像龟光是自己走路就有一点吃力 还得背负这些人的体重 只能慢慢颠簸往前进 可怜的模样让人好心疼 不过这群人拍完照之后就直接离开 当然不可以 欺负到小动物 30号下午4点多 在花莲县凤林镇的一处观光农场 游客竟然把动物当成玩具马车 轮流骑在像龟身上拍照 被人欺负的是亚达柏拉像龟 一只要加4万多块 养25年才到成熟期 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陆龟 属于保育类动物 分布在印度洋亚达柏拉群岛 体色多为生灰火灰色 当我们看到内幕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生气 而且我很严厉的谴责这种虐待动物的情况 农场园长实在好生气 是因为明明就有公告写着请勿拍打乘坐乌龟 但还是被民众乱骑 简直像是虐待动物 依据违反动保法第六条规定 如果使动物遭受伤害 可除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罚最高两百万元以下罚金 农场为了让游客更能亲近动物 也能好好认识他们 结果他们却是完全没有公德心 骑服相规 幸好他没有因此受伤 但现在夸张的画面曝光 让人更加心疼 TVB的新闻高中红 李璐花莲采访报道 我们来看台湾国保 北投石对这名嫌犯 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 上个月这名嫌犯才来倒彩 市价超过70万的北投石 那么这回被抓 他准备的工具又更多了 还有相关的探测仪器 一见到黑衣男子 冤警团团上前把人压制在地 但这面孔似乎有些熟悉 原来他先前就曾来这窃取北投石 一个多月后再度犯案 尽管第一时间还想要狡辩 但工具 账物都在一旁 当场人账聚货 前面好像前面有 前面有警察在那边抓一个男生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 因为他会蹭重的 然后他可以骂赵船长的捉 是有钱的 先般当时趴在河床边挖东西 被路过的民众发现 他的心机有些可疑 而警方获报道场 发现他真的道彩黑 是价格高昂的北投石 北投石的外观和一般的石头 没有太大区别 因此嫌犯还自备了探测仪器 以放到北投石上 数值瞬间飙高 由于里头含有珍贵的成分 雷元素 只有在台湾北投和日本 有这种石头 数量相当稀少 而且一般的民众是禁止拿取的 有不少人会把石头泡在茶中 据传会有活血话语的功效 犯罪的时间是不一定 或许他认为说 白天的时候可能 大家也不会那么注意 因为晚上的时候 或许在那边 就会有敲打的声音 容易会引起民众的注意 50多岁的诚信嫌犯 平时工作不稳定 就会声称捡来的石头 要分送给朋友 但在市府公告的 自然保留区到台北投石 破坏自然生态 违反了文化资产保存法 最终恐怕得要面临5年星期 TV的新闻王华林 黄金玩家 马来自小组 台北报道 但你关心 蓝绿两党的公投前哨战开打 民进党是由副总统赖庆德领尊 今天下午呢 就是现在这个时间 在屏东宣讲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那么国民党 又以何种的战术来迎战 交给资深记者 邱婉柔 再过一个半月 就是四大公投投票日了 现在国民两党 也开启了公投大战 再来看到国民党 昨天晚上开始 已经有人陆续的夜宿凯盗 那么党主席朱立伦 也亲自到现场加油打气 朱立伦就说 这一次的公投 跟政党对决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全民对于民生议题 来表达意见 要对蔡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那民进党的动作又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昨天在桃园 也展开了第一场的公投宣讲 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珍强 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都到了 他们更在场呼吁说 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 更把这四项公投 跟抗中保台绑在一起 不过这抗中保台的策略 现在也让资深媒体人 黄伟翰来批评说 蔡英文把反莱珠扭转成反美珠 再进一步转换成反美 接下来再来说 KMT也就是国民党乱台湾 这一招真的是相当狠毒 另外还有藻礁公投的领先人潘中正 现在也跟桃园市长郑文灿杠上了 因为郑文灿就说 有人拿珍爱藻礁的名义 来阻挡能源转型 这后果就是让台湾被架空被绑架 那潘中正也回呛说 这根本就是政府错误的政策 还要硬凹下去制造蓝绿对决 来冲淡公投思考 根本就是在掩饰自己的错误 继续还要请教婉柔 来解读这份民进党的内部民调 假设早交公投通过 有51%的民众认为 对供电会产生负面影响 婉柔 再连续刚刚谈到的公投议题 为什么民进党把首场的公投宣讲 放在桃园市 其实就是因为这早交公投总部 就位在桃园 那当然这一仗 对桃园市长郑文灿来说 可以说是重中之重的 他就直言批评说 早交公投是为了让台湾没有电 要让台湾空转 而昨天第一场办下来 其实也让民进党相当振奋 因为他们发现说 现场来的人数 是比原本预估的人数多了四倍 另外线上观看人数 也有六千七百人次 他们认为这人是蛮多的 另外他们也针对 枣礁公投来内部做了民调 这数据就显示出 有公投的结果 会不会影响国家利益 现在有高达近七成的人 认为说这四大公投是会影响的 另外就是这个护枣礁通过的话 也有超过五成的人 认为对台湾的宫电 是有负面冲击的 另外35%的人认为是没有影响的 所以他们接下来还要举办超过 三百场的公投说明会 来争取更多不同意票 国民党召开全代会 那么党会朱立伦也宣示了 重返执政的目标 党内有些人士建议他说 一定要跟郭台铭郭董打好关系 才可以将蓝营的板块集大化 请宛柔为大家解析 就在民进党展开公投宣讲的同时 国民党同一时间也召开了全代会 在全代会中 朱立伦也下达了一些指示 像是定调四大公投的主轴 以及2022地方选举要获胜 最后则是2024的总统大选 必须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只是朱主席想要达到这些目标 还是会碰到一些难题的 像是党内人士就分析说 现在民众党的支持度 已经超车国民党了 到时候选战各自归队的话 蓝白是没有合作空间的 再加上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 已经表态2024要选总统 现在这蓝白看起来是终须一战的 那现在谁又是最该争取的呢 党内人士就建议说 郭台铭一定要把郭台铭给找回来 他们呼吁说 一定要重建跟郭董的关系 如果郭台铭最后支持民众党的话 恐怕会影响国民党的命运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就是朱立伦的两岸政策 他喊出了求同遵义 但是这求同遵义对岸能不能接受呢 也是成为朱立伦领导国民党难题 回到新闻现场一起来关注全球的疫情 这是WHO的最新报告指出 欧洲疫情再起 那么有一个警讯 说上个星期新增的确诊人数 占了全球的50%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这样的结果 交给资深记者张允熙 好 欧洲的疫情在近期升温了 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所做的统计呢 在11月18到24号的这一周 欧洲的新增病例占了全球的一半 谭德塞他们就认为说欧洲 在部分国家包括了死亡 还有新增确诊数都是往上走的 这已经扭转了过去两个月 往下走的趋势 离这个疫情的结束 恐怕还要一段时间 而他们分析有三个原因 包括了部分地区的疫苗接种率 其实是偏低的 再来就是当地的经济解封 大家已经可以自由来去 另外呢就是冬天到了气温降低 其实对于疫情也是会有影响的 而在亚洲的泰国 他们是宣布11月1号 有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国际旅客 入境泰国是可以不用隔离的 而这些国际旅客其实是有一个名单 在10月21号的时候 他们公布了一个46个国家的名单 当时台湾是不在上头 而被说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台湾也搭上车了 因为他们又公布了一个63个国家的名单 台湾只有在上头 换言之就是明天开始去泰国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的话 是可以不用隔离的 包括必须要完整的接种两剂疫苗 已经有14天在台湾出发前72个小时 要裁剪PCR是阴性 到了当地以后也要裁剪是阴性 这就表示符合不用隔离的资格 另外他们所认可的疫苗 WHO有6款 包括了AZ BNT 莫德纳 国药科兴 还有娇生都在上头 泰国比较特别的 包括俄罗斯的卫星V疫苗 也是在这个认可名单上 还要关注的就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研究发现 新冠病毒会攻击人体的内耳细胞 会导致耳鸣投淤 那么更严重的会导致失聪 再请教允熙 好部分的新冠肺炎确诊者 可能会出现听力受损 甚至是耳鸣的状况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科学家最近做了一个新的研究 他们是用干细胞做出了这个内耳细胞的模型 把它拿来跟实名新冠的患者的内耳细胞 来做比较发现 其中的毛细胞跟失望式细胞 都含有容易让新冠病毒进入 并且感染的蛋白质 因此如果今天这个内耳细胞里头 以毛细胞为例 感染新冠病毒之后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这个患者他可能会出现像是失聪 耳鸣 头晕 甚至连走路的平衡 都会出现困难的状况 而科学家很好奇说 这个新冠病毒啊 到底是怎么进到内耳去的 他们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可能是从这个鼻子跟中耳之间的管道入侵的 另一个可能是这个病毒 可能是先侵袭了嗅觉神经 再从这个嗅觉神经进到脑神经之后 进而就影响了内耳的脑神经 才会让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部分会出现耳朵出现状况的情形 对抗疫情需要打针 但是很多人怕打针 在澳洲这边就研发了一款贴式的疫苗 不用打针 动物实验的结果也显示 比用针头注射还要好 那么这类的贴片疫苗 我们台湾的高端公司也有参与研发 再请教允熙 没错就像浩婷说的 现在除了针头以外 还有贴片式的疫苗 它可能就会长这个样子 这样子的贴片疫苗 其实它上头是有超过5000根 肉眼也很难看得到的针 而目前以澳洲的这家公司 它4月的时候可以进入人体试验 它是目前贴片疫苗里头进度最快的 而现在贴片疫苗大部分用的都是次单位蛋白的疫苗 像是高端 澳洲这个业者就会是跟高端来合作 目前有个问题 就是这样子的微针还没有办法量产 所以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普及 大家可能还要稍微期待一下 等待一下 而高端其实他也有提到说 这样子的疫苗 它里头的蒸汽 它是可以稳定的溶解的 而且可以缓释有效的剂量到人体里头 而且这个就像是贴药膏一样 贴上去之后 他说几乎无痛 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移除了 可以想象像这样子的疫苗 跟一般的针头是不一样的 看这个长长硬跟针 很多人会害怕 特别是儿童 其实很多人 很多小朋友是不敢打疫苗的 另外在冷链的部分 有的疫苗是需要冷链的 而这种贴片式的疫苗 它提出了它是可以不用冷链运送的 最重要的是在动物实验显示 像这样子的贴片疫苗 它诱发的免疫反应 其实比针头的疫苗还要来得高 在高雄的纳玛夏山区刚刚发生一个意外 超过20名的游客遭到虎头风攻击遮伤 而且这些游客包括了大人与小孩 有七名先送到纳玛夏的卫生所 那么另外其他人分别送往高雄的奇山医院 以及纳玛夏分队做检商 那么据了解这些游客 他们是在高雄男子护震事务所 办理的新住民教育活动 分别搭了两部游览车上山 一共是有38个人在早上10点20分的时候 到达了纳玛夏的神社遗址 那么其中先有一个人 他遭到虎头风叮咬之后用手挥舞 导致整个虎头风群惊动了 连续遮伤了所有的人 传出其中有两名伤势比较严重 而且还有一个人 他有出现休克的情形 您是大人也担心说这些游客 他们可能被虎头风遮到了 第一时间不会有出现症状 所以后续也将持续观察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来自高雄的 详细情形主播 医生说应该要练习 提早一个小时去睡觉 改变了习惯 可以降低罹患 重度犹豫症的风险 一直以来有不少研究来探讨 睡眠与生理时钟的一些疾病关系 因为人的生理时钟 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属于比较早睡早起行 有人是属于晚睡晚起行 像他今年48岁陈先生 从事医疗业 开不完的会 每天想提早睡觉 却又不能好好入睡 他坦言真的很辛苦 到晚上 其实有时候头脑都没有办法休息 所以常常就是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有时候12点躺 一躺就是躺了两个小时 但是有时候头脑还是没有办法停下来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非常非常的久 然后睡不着是个问题 但是睡不久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不容易睡着 我可能三四个小时后又醒来了 晚睡晚起行的 那有些研究就发现晚睡晚起行的人呢 他比较容易产生糖尿病 体重过重 或者是有这个忧郁症的现象 那也有一些研究呢 研究这个就是需要轮夜班的人 就发现了轮夜班的人 发生糖尿病 体重过重 忧郁症的人 也是机会比较高 生理时钟 其实对人的健康影响非常大 更有研究指出 忧郁症也有可能和生理时钟 脱离不了关系 英国的研究显示 叶毛子早逝的风险 比早睡的人会高10% 叶毛子因为早餐吃得晚 长久下来 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会比早起的人多30% 叶毛子罹患身心障碍的可能性 比一般人高了90% 根据英国NIH研究 显示晚睡的人 β淀粉样蛋白在脑部的沉积速度会增加 所以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机会 也比一般人高出5% 叶毛子缺乏睡眠 也将会造成体内的发炎反应上升 同时造成免疫系统能力的下降 失眠是万恶之首 身体出现任何不舒服 应该先评估自己睡觉睡得好吗 如果睡得好 接下来再去看其他科别 医师提醒 如果有长期睡眠品质不好的人 有自律神经失调者 必须要有充足睡眠 临床医师指出 忧郁与失眠两者互为因果关系 忧郁症个案通常有睡眠障碍 除了少部分人有失睡之外 大多数人呈现失眠症状 值得注意的是早醒 更被评估忧郁症严重程度的 重要指标之一 当睡眠不加时 会造成身心的危害 甚至会导致情绪不稳 容易动怒 因此失眠被视为忧郁症的危险因子 失眠如果没有处理的话 往往会有两个最重要的症状 一个就是情绪方面的变化 有人会开始出现焦虑 有人出现易怒 容易发脾气 或者甚至于情绪不好 另一方面 其实会合并很多身体的症状 这是因为失眠会造成自律神经失调 3C产品使用频率升高的情况下 睡眠时间往后移 进而影响吞黑激素的分泌量 会出现整夜难入眠 精神不振或忧郁等困扰 医师建议培养健康的睡眠习惯 别在每天熬夜 尽量晚间11点前就寝 降低身体造成危害 TVBS新闻 陈又祥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还要留意的就是暖化的危机 危害人类健康 高温环境导致传染病发生率提高 所以有哪些警讯一定要注意 来关心 森林野火不断蔓延烧出烟雾 引发空气污染危机 还有夏季飙高温创下新记录 全球气候正在发出警讯 可以感受到夏天越来越热 高温的天数也越来越长 甚至有暴雨以及干旱的危机 而这些都跟我们的健康市息息相关 根据英国医学期刊的一份报告指出 有44项与气候变迁相关的健康指标 都在恶化 包括了高温死亡还有传染病 而这些都是我们未来 我们要面临的生命危害 暖化没有停 世界各地陆续出现干旱 或是暴雨的极端型气候 在台湾也面临干旱的冲击 农作物欠收 而弱势国家更有数百万儿童 正饱受饥饿之苦 气候变迁它对于健康的危害 可以分成直接和间接两种 那直接的伤害 比方说高温 或者是像干旱暴雨 这样子的天气事件造成的意外 美国海洋以及大气总署 它的统计就发现 其实过去七年 就是史上最热的七年 那如果气候变迁再不减缓的话 这样子的高温频率出现 会只会越来越多 根据医学期刊刺割针倒数 最新的报告中发现 比起上一代 我们每年经历的极端炎热天气 多了四天 欧美国家夏季更是饱受热浪清洗 而因为太高温而进到急诊室的患者 也有增加 10点过后到下午4点以前 10点到4点 这个中间太阳是最大的 然后假如气温太高 湿度又够的话 一般大概会比平常看到的多 20%这样子的 不只高温是健康杀手 受到环境变迁 动植物栖息地被破坏 更会让病毒细菌有传播媒介 进而增加传染病蔓延的机会 在台湾有病媒文传递的 像登革热 这个日本脑炎 它的发生机会可能就会提高 甚至有一些新兴传染病 以前可能发生机会不高的 都有可能因为气候变化的关系 而导致它的这个传递媒介 变得比较活药 登革热它就是因为高温还有积水 它的扩散会比较快 为福部的一份报告 它就发现在过去50年内 登革热它的个案数量增加了30倍之多 刺客针地球健康期刊 其会刊登的研究发现 到了21世纪末 如果碳排放量没有减少 就有将近9成人口 会面临瘧疾和登革热的风险 另外不能忽视的 还有这种看不见的温室气体排放 以及烟火燃烧所产生的悬浮为例 这些空气污染 也会对人体产生致命威胁 PM2.5空气污染 其实是一个我们讲说癌症的指标 尤其是在肺癌 它其实是有可能是一个 导致我们这个肺癌发生率 增加的一个原因 那也知道说PM2.5 其实会提高肺癌的死亡率 这些状况其实它会是 随着时间慢慢的累积 而对民众的健康造成影响 极端气候所带来的灾害 正一步步直接或是间接伤害我们的生命 你我都不能置身事外 TVBS新闻中的龙 由于君台北采访不到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